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们禁闭的一个月当中可以继续跟大家聊哲学 也把我人生的烦恼拿出来面对一下 第一季就快要到尾声了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节目 订阅哲学新媒体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让我们一起合作 大家帮忙分担一点成本 我们出力 一起让这个哲学的podcast节目继续下去 听过上一集的热爱命运 大家有机会想一想自己的命运是什么吗 如果你的人生重来一次 你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吗 还是不管重来几次 你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呢 你才相信最好的人生 就是不管重来几次 我们都愿意重复一样的选择 选择同样的人生 接受这些选择带来的欢乐与痛苦 今天要谈的主题我想应该是绝大多数的人都有的烦恼 那就是家人 以及对家人纠结混杂了义务 无奈不情愿但又有依赖寄托的情感 大家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我觉得说到对家人的情感上面的烦恼 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完美家庭 都还是逃不掉烦恼的 今天我想要借一点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这本书里面的想法 来跟大家聊一聊这种对家人又爱又烦 拉扯撕裂的这种矛盾情感 讲到对家人的爱啊 这种情感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好像一种羁绊 既不是自己选的 但又忍不住想要有所牵连 还会因为他们没有达到应该要有的那种浓烈的程度 而感到相对剥夺 这个对家人的爱很独特 因为对家人的爱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内在矛盾 爱的这个主题讲了这么多集 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 大家应该都注意到了 在友情和爱情的关系里面 爱的基础建立在两个人自由 而且自愿建立共同连结的基础上 换句话说 只有在双方自由认定彼此之间的这种关系 而且自愿去维系这样的情感 友情和爱情才能够存在 那些失去了自由和自愿这两个条件的感情 要么依靠感情之外的条件来维系 要么受制于外在的眼光或者财产分配等等 不管哪一个 爱的情感早就已经名存实亡了 其实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 夫妻两人的情感问题觉得有了小孩就可以解决 可以透过共同对小孩的爱来找回彼此的爱 或者情侣之间的矛盾 觉得结婚有了法律的力量来从外在维系两人的关系就可以解决 在这两个例子里面 两人也许都至少能够在一定的时间里面维系彼此的连结 但是我想大家应该可以认清这个事实 在这两个例子里面 维系彼此连结的都不再是爱情 前面讲到的爱 都需要在自由的选择和自愿承受与经营的前提下 但换到家庭里面的爱 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清楚的可以感觉到 家庭里面的关系并不是由自由选择而来的 还有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都不是经过双方自由选择才建立起来的 就算是领养小孩 家长的方面也许是自由选择 但是孩子却不是在完全自由而且有意识的情况下面 成为家庭成员的 对家人的爱 因为这个前提所以非常的奇怪又别扭 因为这种爱隐含着某种我们没有选择 也不能轻易退出的义务和责任 这才让家庭里面的情感变得如此的纠结 提到我的家人啊 我其实是不愿意公开谈论我的家人的 而我也很清楚的知道 我不公开谈家人 正是出自于我对家人的爱 但这种爱 却用十分迂回的方式来展现 我想就跟很多人对家人的爱一样 都很迂回 与其正面坦坦荡荡的表达 大多数的时候我们选择 其实是消极的保护或回避冲突 虽然看似很消极 但这仍然是对家人的爱 做这一集也是写的我自自诛心 因为我是真的很不喜欢对大家挑剔家人 因为客观来说 我的家人真的没什么好挑剔的 跟我的伴侣率新歌比起来 我想大家应该会觉得 我应该闭嘴 然后知足一点才是 但是知足不代表不会有烦恼 在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家庭 都还是会让每一个成员 对彼此的联系 情感充满纠结 很多烦恼 也都只是被我们放在一边 搁置不去想它 等到家庭聚会的时候再来烦恼 这就是为什么 拂年过节返乡的时候 不管奔向的家庭如何 每个人的心情应该多少都有点复杂 我的家庭是台湾非常标准的 儒家文化新中产家庭 经济没有什么太大的忧虑 父母是第一波靠着教育成功摆脱 贫困的那一代台湾人 知识上面很开放 没有了传统的严厉和权威感 但是情感上面呢 仍然是非常的闷烧跟腼腆的 各种情感倾向用搞笑的方式来处理 因为太认真的情绪 不知道该怎么样面对 所以我的家人不是那种 在我成功的时候 欢欣鼓舞说 哇你好棒 一句简简单单的 哎不错哦 很厉害哦 恭喜 嗯也许是承载浓厚情感 最后转化出来一句 非常非常平淡的话 在我到法国的时候 第一次接触的一个法国家庭 让我感受到一种非常显性 而且非常直接的爱 那种把我纳入到他们之间的那感觉 非常非常的鲜明 是我在自己的家庭里面 几乎没有感受到过的 我们家里面每次这种 比较直白的情感表达 都让每个人充满了尴尬 觉得太亲密所以很抗拒 连我自己都觉得非常的别扭 我家人的耿直目呢 只能用最近三个月以来的两个例子 来说给大家听 第五集的时候 跟大家说我订婚了 当时订婚的时候呢 我把我们在碧里牛市山顶 一张可以看得到 手上戴了戒指的照片 默默传到了家人的line里面 结果我妹说 宣耀文哦 山顶有什么好求婚的 然后我爸爸默默传了 恭喜两个字 这就是我们家人对我订婚的反应 整个让我哭笑不得 觉得怎么这么平淡 感觉我发票中个奖 应该都会比这个兴奋一点 另外一个例子 完全相反 今年九月底开学的时候 我在法国经历了一件很糟糕的事情 去一个私立的天主教学校 当进修推广班的讲师 其中一般 第一次上课的气氛非常的不好 就是走进去的时候就觉得 学生不是很友善 隔天的时候就知道 有老学生去跟学校抱怨说 老师的法文不是很完美 学校居然当天就用一个讯息 跟我说不用再去上课了 这件事情对我当然打击很大 毕竟我在法国的教学 从来就没有人挑剔过 跟家人视讯的时候 本来是不想提起的 后来还是讲了 结果大概是因为我越讲越生气 我们家的人居然不知道如何反应 就直接陷入沉默 没有人讲话 我记得那天我又是另外一种 哭笑不得 我觉得这样的家庭 台湾应该很多很多 不过也许比起情感上面的支柱 更多人烦恼的是 退步更现实的问题 那就是 我到底要怎么样 才能既不让家人生气 伤心失望难过 同时又可以做自己 关于家人的爱与烦恼 千言万语说不完 今天就主要针对这个 在迎合家人和守住自我的 拉锯烦恼上面做讨论 这个烦恼一定不是跟家庭有关 最激烈最痛苦的烦恼 但应该是最频繁 也是在所有家庭里面 都可以找得到的烦恼 我从出国以后 每次暑假回台湾 都在家人和自我的拉锯当中 这些拉锯有的时候 甚至不需要家人名讲 只是我们主观的觉得 我这样做家人可能会不开心 所以我们在说话和行动之前 一定程度上面 都会自我审查和限制 我每次回台湾 待的时间都不长 常常也有不少工作 演讲要处理 大部分的朋友 也在其他的县市 所以每次为了可以见朋友 又可以陪家人 常常当天来回 至少花三个小时 在通勤上面 这个说起来 当然是没有什么 我想大家仔细想一想 应该也会有一大箩筐的经验 可以分享 跟大家说这个 是想来分析一下 这个算是某种程度上 甜蜜的负担 是这么一回事 这个状况呢 应该是家庭关系不错的人 也会有的基本烦恼 值得思考的是 这样的烦恼 好像在最完美的家庭里面 都没有办法摆脱 这种一边想要家人开心 另外一边想要做自己的这种情况 我们之所以会觉得 有一点苦恼 因为一方面觉得 家人好像不应该让他们不开心 因为我们在意家人的感觉 对家人有牵挂 而且还觉得这样的感情 和牵挂是应该的 我们不能没有这些牵挂 这样的牵挂 好像源自于 我们将家庭当作是一个 我们所属的整体 而我们只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而已 而在这个关系里面 少了家庭这个整体 我们好像少了什么东西 变得不再完整一样 但同时我们又清楚地意识到 虽然是家庭的一部分 是家庭的一个成员 我们却真真确确地独立存在 黑格尔在他的法则学原理里面 谈到家庭和对家人的爱 认为家庭是每一个人 开始形成自我意识的一个地方 因为对黑格尔来说 爱的感觉是一种 自己和他人 结合成一体的这种感觉 我们可以发现 在之前的几集里面 谈到柏拉图的爱 虽然都离不开这种 人和人之间非理性的连结 但是柏拉图的爱 还是比较着重 欲望和追求的部分 而黑格尔在这个讨论里面的爱 则是放在 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情感 而家人的爱 首先也就是这种 所有成员结合成一体 变成一个家庭 好像一个法人一样 所有成员结合成一个人格 一起行动 对于黑格尔来说 正是当我们感受到 这种家人的爱的时候 我们开始感觉到 自己作为一个个体存在 自己作为一个我存在 因为感受到家人爱的时候 我们感受到的是 自己和家人 结合在一起的这个状态 但感受到这个连结的同时 代表着我们感受到 少了家人 自己便不完整 但是同时呢 我们也感受到 自己就像一片 相对来说完整的拼图一样 可以拼到家庭的 这个大拼图里面 但自己却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个体 而在家庭里面 为了整个家庭作为一体行动 家庭的存在呢 就会去限制 每一个家庭成员的行为 就好像我年轻的时候 我爸爸的生日呢 是跨年的那一天 所以每到这一天呢 我就必须早早 从学校的活动回家 帮爸爸庆生 所以呢 在我国高中的时候 从来就没有跟同学一起跨年过 但也是因为家庭 对每一个成员的限制 让我们在小的时候呢 就用感受的方式 来学习自己跟他人之间的界限 而也只有这种界限呢 才会让我们自己 有了一个自己的形状 也就是说 我是一个有外面界限的一个整体 所以我们才有了自己的形状 自己的个性 感受到作为一个整体的这个成员 我们做什么 家人会开心 做什么 家人会不开心 而透过感受的方式 学习 责任和义务 在这个阶段呢 所有的学习都是透过感受的 所以我们才讨论对家人的爱 这就是为什么 对黑格尔来说 家庭是第一个培育公民的地方 家庭也因此在整个社会秩序的伦理基础上面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从这一刻开始 对家庭的情感就变成了社会规范的一部分 本来我们在家人的养育陪伴下 产生的这种爱上升到了社会的层次呢 就变成了没有对家人的爱变成是我们的不对 对家人的爱因此变成了伦理的范围 不爱家人变成了一个有社会压力的情感 所以啊 这种自我跟家庭之间的拉扯 其实跟家人的爱紧紧的连在一起 如果我们对家人没有任何的眷恋 彻底的决裂 那我们这样家人和自我的纠结也不会出现了 我们可能常常会感觉到 因为家人的羁绊和限制 常常让我们有一种无法自由发挥 但是 其实家庭才是最原始 让我们感受到自我存在 而且自己是有自由的地方 因为家庭是一个让我们感受到自己有一个独立的人格 有自由可以行动的地方 大家也许可以想一想 如果我们觉得对家庭的烦恼是因为这种牵绊束缚我们 所以如果可以抛开这些所有的牵绊 我们就可以自由 那也许我们应该要想想的是 当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没有任何对他人的牵挂 没有对他人的考虑 在这种完全没有外在于自己的概念 那我们还能够有自己的认知吗 就好像我们如果没有办法感觉到黑暗 跟没有办法辨识黑暗 那我们还有可能确切的知道光明是什么意思吗 所以啊 这个个人与家庭之间的纠结 这种家人之爱的甜蜜与负担 这些我们持续放在心里的牵绊与负担 形塑了我们自己的人格 家庭 当然百般种类 我也不认为所有家人给的负担都是应该要承受的牵绊 我主要想说的是 这种不愿意剪断 但同时又不总是心服口服这种牵绊 就是家人的爱 家人的爱今天就谈到这里 下一次就是最后一集了 最后一集的内容会留给订阅户 同时为了谢谢大家 下一集会请一个在节目里面时常提到的苦主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下一次我们来谈一谈幸福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拜拜